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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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到今个星期的在地欧游 我是主持PC 介绍今天嘉宾先了 阿佳你好 你好PC你好 阿佳是来自一间店铺 叫TWSB的店长来的 究竟这个四个英文字母的店 是搞什么呢 一路慢慢问下去 不过我知道很多朋友 已经按耐不住要飞去日本了 阿佳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会啊 我接下来都会飞去先去韩国 然后再去日本 是吗 我刚才搭地铁回来的时候 已经看到那些人拿着北海道的章程 准备冬天是否应该是北海道适宜滑雪 北海道是香港最多人想去滑雪的地方之一 其实香港除了北海道之外 日本也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滑雪的 为什么 我这个引资很难 很明显是阿佳的店铺和滑雪有关 你究竟是搞什么呢 其实我是设计滑雪的Slowboard的产品为主 例如衣服或者其他Slowboard的accessory 什么位置设计 通常都是买回来的嘛 是啊 香港大部分都是买回来的 但是我觉得不如自己有一个香港 属于香港品牌的一个滑雪牌子 很自己有趣 意思是你自己设计兼做生产 是啊自己设计和生产 但是香港这么热烈的地方 你怎会想到这些人有生意的 其实是首先不要管自己的生意 可不可以自己设计养下去 因为滑雪的前辈都跟我说 做滑雪的生意是不能做的 哈哈哈哈 最重要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投出集资一样 是的 最重要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开心就可以了 咦 是啊 那你现在很开心了 很明显了吧 又开心又惆怅 那些艰辛的事 我们转头再慢慢来 好 我们慢慢认识一下阿佳这位哥哥 那你很明显喜欢滑雪 为什么最初会去滑雪 最初为什么喜欢滑雪 因为以前一直都是做港澳公司的工作 一直都是很忙的 突然之间有个朋友跟我说 我们接着去滑雪了 那有没有兴趣追 有价放吗 有价放的其实 几忙都可以拿价去玩一下 因为实在做得太辛苦了 更加需要去放假 所以他们去滑雪的时候 我就以话不说答应了 然后我完全不理解什么叫滑雪 因为我真的完全没有滑过 我还没认识的 完全不认识的 OK 什么叫做Slowball 我是零置识的 其实真的 我们印象中滑雪很传统的 是两只板 接着两只叉 那种 但是我知道阿佳一一玩就不是这种 是呀 一开始玩的时候就是玩Slowball 即是所谓单板 一块板的 一块板的 那次去了哪里 那次去了新识院的苗场 滑雪场 那次是我第一次去滑雪的地方 OK 日本的新识 我也知道那些蜜好吃 滑雪也有名 应该是吧 滑雪很出名 因为当地的 只是新识院已经有很多滑雪场 OK 那次的经验是怎样的 那次的经验就是很好笑的 绝对是很好笑的 因为完全不懂滑雪 我去到我才知道滑雪是什么一回事 真的 例如原来滑雪是我们其实要坐吊车上去的 我连坐吊车我都不知道是怎样上去的 是 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滑了五天雪 我回来香港看看那些相片 是完全没有我的partner 在那里的 那些partner一早已经去山顶 游山换水 只有我一个人在最初的雪道里面做练习 做练习 那我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 那次就这么搞笑 第一次 第一次 这样都没有办法令到你会喜欢滑雪 为什么会呢 就是心有不甘 为什么我自己滑了五天 一个人在雪道上面 都完全不懂 为什么这么难的 这个活动 所以就觉得很不服气 我要再努力一点 这个运动很有趣的就是 永远都是跟一群朋友去玩 是 但是懂得玩和不懂得玩 是不可以在一起玩的 是很有趣的 你踢球你可以一大群人一起踢 就算不懂的 你可以传球给他 但是滑雪不可以的 懂得玩的 一分钟他跌到山脚 不懂得玩的一个小时也跌不到山脚 OK 那就是这个阿佳的开始滑雪上瘾的经过来 是的 很希望下一年再去挑战 但是很明显就是 如果初初去滑雪的朋友 很多时候都是去到滑雪场 去租他的设备 包括衣服 那些很大件的衣服 那些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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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么时候会黏着脚去自己设计 玩了几年之后 其实发觉 一路自己都是在做港澳设计的工作 那发觉 如果自己设计 我想这件事挺有趣的 这件事 还有可能个人是严谨 是的 出去买 总是觉得 如果这样改善一下 就会有点好 不是严谨 这是设计人的执着 可能是的 如果日本人这样做 就可能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工匠 是 是 达人 我也很希望 我和你拎拎好吗 我也很希望 是 这件事都挺大胆 你知道香港这么热的地方 很少人在家里买一套雪库 那些衣服 那些快板 很多都是去到现场之前租 这么小的市场 你又这么执着设计 你都真的很大胆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我真的没有想过 市场有多大 我做的那一刻 我真的没有想过 可以卖到多少 我没有一个生意头脑去计算 我不管 我要漂亮 是的 我要做 我要漂亮 希望可以做到自己想 理想的产品出来 做了先 不要想太多 那为什么 有什么不满 你对现成容影 令你要自己设计自己的产品 其实也没有任何不满 因为市面上的产品 市面上的产品其实是漂亮的 不过你自己是否真的想用别人的产品 或者是怎么样 既然我自己可以设计到 或者有能力去做出来的话 那为什么不自己尝试一下 这个设计和制作呢 我更改了 刚才我说是一个坚持执着 现在我觉得你有点鼓涉 鼓涉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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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在赚你 是的 多谢 你不觉得而已 那个分别会是什么呢 你把心思在你的产品设计上 那些细节会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特色呢 我想就是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取舍 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但是你怎样去做一些产品出来 会令到有人去认同你呢 又或者你怎样去设计到 我的产品是会给其他人优胜呢 这件事是很难的 因为市场是你永远不会知道的 所以其实你应该是 你做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是的 因为我见过你有些post 有些人说 譬如你滑雪的衣服 那些衣服 那些拉链 是不是防水啊 还是每一条都防水漂亮的东西 你也是执着在这些位置 尽量啦 其实 因为有些真的不计成本地去做的 你真的不懂得做生意 看他样子 我完全不懂做生意 我不懂怎样去计算出来 怎样叫做可以赚到钱 那些拉链的确实是 尽量用一些最好的防水拉链为主 这些出名的品牌 出名的品牌 就是三个英文字母的品牌 每一条都不一定需要用最漂亮的 或者是最高级别的防水的 因为都要看看 他摆这条拉链在哪个位置 因为有时一些防水拉链 它比较硬身一点 它会影响到你的活动能力 所以每一条都需要去考虑 究竟在什么位置的情况下 用哪一种拉链 但是通常这些产品 就在外国买回来 就是一般的说 很多时候的设计 就是根据外国人 譬如日本品牌 可能跟日本人的使用习惯 外国品牌就跟 你是香港人 是的 那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香港人有什么很扭闷的要求 香港人 首先我也是说回刚才那句 我就不太管市场 不太管其他人 那你有什么特别的需求 但是大部分人都喜欢一样东西 就是比较多收纳的包包 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们出去划雪场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东西需要拿 有很多人会发觉 也有一样东西需要注意 有些东西我们在划雪的时候 可能有些东西会比较容易跌出来 那你在收纳上 你要考虑一下 东西会不会那么容易跌出来 那些位置需要多些拉链 袋里面需要有多大的空间 如果哪个位置摆电话是最好的 摆电话的位置 那块布会不会有少少保乱的成分 涌面会使得 在这么冷的情况下 电话不会那么容易 没有电 这些细节都会考虑 是 这个真的是 你真的要自己划雪 自己喜欢划雪 划很多次划 一定是 这样才能想到 一定是 是 明显是产品 你不是做给自己 是 有得卖 是 那你卖就算了 现在人们是网上网上 不是 你搞一间实体的店铺 是 是 烧钱的 但是的而且是有需要的 为什么呢 有很多好处 第一 可以直接跟客人去沟通 了解客人真的需要什么产品 从而日后里面可以改善 第二 滑雪套很有趣的东西 尤其是snowboard 不可以用正常size 去作为一件 你考虑的衣服 合不合你穿的 尤其是新手 他们不懂的时候 你真的需要教新手 告诉他 我们滑雪套 我们需要买多大件 才是合你 是 就不是我买一件中马 我穿了中马 跟平时你去考虑 穿普通外出的外套 的考虑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一定要上来试清楚 和告诉你 怎样 才是合身 或者是合你的style OK 你的店铺的名字很有趣 四个英文字 刚才说过 TWSB 是 代表什么 TW 其实是我全名的简写 叫做Temporary Worker 所以就叫做TW OK SB 通常都是说Skateboard 或者Snowboard 把四个英文字简写 大家会更容易记住 Temporary Worker 是你自己说自己的 是 是啊 是啊 其实是 你是临时做的滑雪工品 不是这个滑雪的产品 是临时做的 而是我 由读完书出来打工到现在 其实我都是在做一些临时工作 或者是freelance的工作 去生活 但是就这么投入去做这个滑雪的产品 会是 因为 我不是说你其他不投入 是 你声称是临时工 临时工和投不投入是两件事 就是你去终于一份工作 先兜一下 我看你的手臂有点粗 因为工作你可以很投入 但是你也可以做一份临时工 是 是 是 成立了这个实体店 当然 有些负担 至少要交租 是啊 但是你都不简单 为什么呢 你都很特别去布置你自己的店铺 多谢 多谢 对设计有要求 对这间店铺当然 在装修设计方面 都希望可以做到尽事尽尾 尽不尽尽尽尽尾 我就不懂得去说 但是很特别的就是 我们平时去买楼上铺 我就试衣服 就试衣服 最多就做多几张post 做些旗次 你和滑雪有关 你那件道具都很大件事 哦 你所说的那件道具 就是滑雪的吊车道具 是的 那些吊椅是什么来的呢 通常如果我们去滑雪 那我们就有很多killing card 有slow board 有东西的 那灯山就不可以 像我们去海洋公园那些 其实就是一张露天的椅 可以这样说 就是方便你很多东西 坐上一张椅 就吊你到山上 你自己滑下来 是啊 那里就是一架滑雪的吊车 哇 为什么会有的呢 那那个滑雪吊车 首先非常要多谢日本妙高的观光局 因为跟他们的关系很好 即是真的 是的 租了一个地方之后 发现有个露台 那次真的忽发其上 如果在这里放一架吊车 我想会挺有趣的 那就想办法 就想想 既然跟他们的关系好 可不可以很冒昧 跟他们说一声 我可不可以 问你们 有没有吊车可以提供一架 那跟滑雪场的关系也很好 那跟观光局的关系也很好 那他们就立刻 跟联络过滑雪场 那滑雪场就立刻 以话不说 就在吊车系统里面 拆了一架下来 然后由港口就坐船过来香港 那就运到我的店铺 哇 阿佳你真是真是 这个也是有少少不计成本 因为运费也挺贵的 对生意的帮助也不是特别大的 那不是 尤其是人来都记得你的店铺 是啊 平时自己坐在这里也挺开心 因为疫情 大家两年都没得出去滑雪 那如果大家上到店铺 可以坐在那里的话 那我每一次见到真的有人坐上去 都是笑都是开心的 你有个backdrop的嘛 是啊 滑雪场的样子 是啊 那个backdrop 真是那个地区的一个背景 OK 即是在那里拍张照 然后做了一个噴画 是的 就放大它 做了一个噴画 就放在后面 那你拍照的时候 真的好像去了仿余置身 在那个地方 不过我觉得呢 我见那么多照片 你的朋友上来打卡的时候 都不够认真了 那些衣服不够似在那么冷的地方 是的 我又拍到一些 是我自己穿滑雪裤 那些情况去那里拍的 因为阿佳的店铺 那个露台 是室外来的 是的 所以前段时间 暖暖地 那些人都是一些 很轻便的衣服 跟后面的背景有点不够 你应该规定 他们要穿全套 冬天 我要规定他们穿的 我相信要 因为这样才像 这个挺特别的 不过看出来的天空 就不是一个滑雪的天空 是的 但是也看到直阳 很漂亮的 是吗?OK 那买不买都好 我相信阿佳都欢迎你上去 都打卡的 是 好的 谢谢你 但是除了你有个店铺 卖自己的产品 那还会有一些 类似港座的东西提供 是吗? 那港座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 这两三年都没得出去 话说 有很多伸手想玩snowboard 但是他们未必知道 有什么途径可以知道 那另外就是 有些玩了一两次 又被疫情影响了之后 又忘记了 是 所以在租这个office的情况下 我都预留了一个空间 是希望可以做到一些小港座的 是 有些什么介绍给人的? 那些港座 港座就有很多不同类别的 例如新手入门的知识 又例如gear应该怎么去选择 是 怎样去了解你自己 选择TWSB的牌子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 也还有很多 例如滑白 例如雪板 例如binding 那些的调配 那些靴怎么着 对新手来说 都是有疑问的 是 那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 如果我们可以帮到一些新手 那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是 最惨的是 我去一两次觉得好玩 接着回来 我怎样呢? 我再去一次再学过 就是要做些准备才行 其实话说 真是以前的前辈说 三个月之前 你就要开始准备了 是 虽然我认识一些朋友 都说是在YouTube上学的 但是没有实物 或者有些过来人介绍 你始终都是在争取一段 是的 因为有个教练 在你面前 告诉你的问题 而且他可以帮你提升你的技术 是的 如果刚好听众 譬如我想去 比如北海道二世古 这样才算 这个行程是去那里了 你就可能刚好 有些朋友在那里 讲这个题目 讲这个位置 是的 我们会有不同地区 分开地区的讲座 因为很多香港的朋友 他都会去滑雪的时候 他会先选择地区 是 有趣的 譬如我去北海道 去长野 去新识园 是的 那我就会每一个星期 都会有不同的题目 除了刚才的新手讲座之外 就是以地区为分 你可以今个星期的北海道 下个星期的我们讲长野 是 这样的形式去讲 因为香港人的旅行方式不同 我先定了地点 大部分都是 在想玩什么 是的 还有 话说可能是 今次去了长野园 今次下一次就去其他地方 他们对那里 未必有认识 或者了解那么清楚的时候 那我就邀请一些 有份量的嘉宾 是一些朋友来的 是的 他们就特意过来 和我们去分享 最新的资讯 但是我想问 平时如果去很冷的地方 香港人相对的经验少 还要去很冷的地方做运动 那穿衣服的方法是怎么不同的 其实是的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去哪里 和什么季节去 例如 简单的例子 北海道 12月和1月2月的气温已经差很远了 那如果冷一点的话 那你就真的需要在保暖上面 去想一想 怎样可以做到保暖 当然运动的 是不应该穿太多衣服的 是 那应该怎样呢 我当我其他东西不说 我已经去到滑雪场 我准备滑雪了 其实我应该怎样穿 才是 可能我不会冻 或者我不会热 首先第一件的就是你的first layer 你一定要有排汗的功能 而且会比较贴身 小小会比较好些 是 因为你排了汗出来 你的身体上面才不会有水分 是 当你有风吹起来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凉到的了 是 所以第一件事 底衣服 first layer 一定要排汗 排汗就不是一件很保暖的衣服 是的 不是保暖的 第二层才是做保暖的 是 第二层可能是一些比较薄身的freeze 是 或者是一些很冷的地方 你可能有少少棉的一些背心 那类是作为一个保暖层 是 然后最出的那件 主要是做到防风和防水 是 基本上都够了 是 因为千万不要厚 是 因为那一层纯粹是作为一个 叫做抵挡外来的一些风雪 是 就不是穿了一个米枝连 这样动不了 千万不要这样 真的 你会热得很辛苦 很多朋友就是 一般都说可以准备出发 好像每个人都认识同事 不知我下个星期飞,那些人说下个月飞 不知到时公司怎么运作 现在还未知,每个人都说飞 但是我没得飞字就想感受一下滑雪 你很有趣,你有些很特别的设备可以感受一下滑雪 你是说我夏天在做那些绿地冲浪板 叫绿地冲浪板 是的,你是说那一类,就是滑板 好似滑板的 是的,它是滑板来的 但是它有一个adapter是可以令到它有一个横向左右式的摆动 它在玩的过程里面是比较像滑雪 因为我们脚的动作是有些接近的 在疫情底下不能滑雪 那便设计了一些滑板给大家玩 基本上它都是像滑板 但是前后两个滑雪的活动就比较像滑板那样小 主要是前面的枝架不同 哦,枝架不同 前面板头的枝架不同 就会令到板有一个傾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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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练习平衡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是的 作为一个夏天的练习 我觉得也挺好玩 又可以吹一身汗 不用有雪的地方都可以试一下 是的,我下街可能在公园或板墙 我已经玩到 喂,你还有一样东西更厉害 有吗 出街都不用 什么事呢 好像有一块板下面放了一个像陀螺那样的东西 哦 去练习平衡 那是一个平衡板 那也是有趣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们玩任何板类运动 都需要一个叫做核心肌群的一个锻炼 是的, core的锻炼 平衡板的而且是可以帮到大家做一个 core的练习 因为我们滑雪的时候很多时候 转向都要靠 core 那块板是可以帮到大家 无论滑板也好,冲浪也好,滑雪也好 练习你的 core其实是很重要的 要去到滑雪这样才算 你要转一个转向 就不是靠脚那天转一转就可以了 整个人一起转 是的,千万不要说身有身扭 脚有脚扭 其实是转不到弯的 那就是整个人随时有机会 是的 那块板也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跟台湾一起合作 是的,其实是跟台湾 它本身是美国制造的 台湾和香港和美国一起去做开发 而这块板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OK 很多东西是你自己设计的产品版 这个店里 尽量做得多 是否自己坐在店里会觉得很开心 也挺开心的 因为可以挺舒适的 自己装修的位置 可以令到自己有一个挺舒适的空间 又可以大家上来吹一下水 聊聊天 其实是挺开心的 这件事 有没有这几年没得飞呢 自己在露台那张钓椅里 坐在那边看着天空 想着我什么时候飞得到呢 可以去哪个雪山呢 会啊 尤其是冬天会坐得多些 因为夏天也挺热的 夏天我也是回到店里会好些 亮着冷气 是的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上一些特别的滑雪产品 不是很航货 有些设计元素 可以尝试找一下街角店铺 TWSB 是的 那上去IG或者Facebook 找到什么字眼 如果IG的话 你可以打TWSB HK 基本上都找到 是 你是街坊 你看我们这个鲁音室的街尾 是的 一路都是街坊 是吗 是的 都几年了 新蒲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什么都有 新蒲江是很多很古灵精华的地方 真的 不要说新蒲江了 看看有什么滑雪的地方 大家有兴趣 上去看看街的店铺有没有一些讲座 对你听 那就准备好了 大家飞了 接下来也有其他的讲座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 多谢街 多谢PC 拜拜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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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